一念离真皆为妄想 佛说,与你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这三界之内轮回之中 从凡夫到菩萨各有各的食 凡人是断食,一顿一顿地吃 实实在在地吃 天人是思食,想一想啊,就饱了 鬼魂是畜食 听说一整龙蒸好的包子 常有一两个眼见着瘪下去的 就是被鬼神吸了气 而有这样的几种食物呀 你要是放在冰箱里 饿鬼闻着味儿啊,就来了 你可千万小心 不然你的功德福报就全被吸走了 接下来呢,就来看看是那几种食物吧 虽然鬼的抗击能力相当强 可是四处觅食也是必须的功课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 在各户人家,尤其是冰箱里有很多食物 还有饭馆周围群寻,与阳间的人类争食 比如早上早点铺,笼屁里热气腾腾的馒头 肉包,豆包,可能会引来恶鬼 只不过呀,恶鬼抢包子吃 吃法与人不同 他们享用的是辛香 也就是食物的香味 刚揭开笼屁时,如果看见包子自行扭动 而且一边动,一边逐渐缩小 那一定是饿鬼来了 一个如碗大的肉包 轻刻间会变得像核桃那么小 而且吃起来像咀嚼面筋 包子的精华进去 破解之法呢,也有 在揭开笼屁的同时 用红笔在包子上点一下就行 不过如果只有一人点 那还是不能胜群鬼之强也 为了避免饿鬼偷食 冰箱里尽量不要放面食 饿鬼最爱吃了 南宋时,江西辅州有一户人家姓詹 家中最小的詹小哥好吃懒做 在外面赌博输了钱 怕被哥哥们打骂 竟然离家出走 家里人到处找啊,也没找到 詹姆最宠爱小儿子 每日思念不已 可是无论是詹姆还是詹梦 都显示不祥之兆 大概凶多吉少了 中元节那天 詹姆准备了祭瓶纸钱 到了晚上,屋外似有悠悠的叹息声 詹姆想,大概是小儿子回来了 心里默默祷告 要真是我儿,就把这钱取走吧 果然,阴风一起 好像有人伸手把纸钱取走了 詹姆以为小哥真的死了 放声大哭 找来和尚做法式超度 过了几个月,詹小哥竟然回来了 原来他没死 是逃到外地打工去了 詹姆这才知道 上次呀,是野鬼来骗吃骗喝骗钱的 除了面食,饿鬼也爱抢其他食物吃 也是吃饭菜的香味 称为窃饭器 因为一般家庭都记造神 造神手下的童子会负责看守食物 驱赶饿鬼 当饭菜熟的时候 群鬼像灾民一样 哭上来抢着西食香气 童子也难以招架呀 不过这是在有风的前提下 香味四散 饿鬼以守觉知 如丝续状 可团而食 如果没有风 香气直上 无法散开 童子就能守住食物了 所以为了以防万一 冰箱啊 最好也不要放剩饭剩菜 黄昏是畜生吃东西的时间 晚上是饿鬼出来找食物的时间 人要在这些时候进食 就是不守其人之位了 而与畜生和鬼道感应多多了 此外呢 饿鬼道的众生 因为人食千利 故而堕落为鬼 往往有极长的寿命 却极难找到食物和水 偶尔找到 也是粪尿浓血等污秽之物 还要互相争夺 人类的美食啊 到得他们的口里 就变成大流猛火了 可是饿鬼没得吃 听觉却发达 晚上人吃东西 锅碗瓢盆筷子勺那么一响 饿鬼啊就群集而至 然而看得到吃不着 所以人晚上吃东西 是不吉也甚 不慈悲也甚 据说十五星者 即使念佛诵经 也因其味臭惠 熏跑了本来欢喜 前往互吃的天人互乏 而感召了喜欢此味的 恶道鬼神群集 使其沉稳 因此功德不张 运气变差 要是在冰箱里放了五星 恶鬼恐怕啊 会天天上你家门 我们日常生活中 还是要多多注意的 古时候有一个姓周的寡妇 和她七岁的儿子住在一起 寡妇不得不每天早起 起早摸黑工作 因为她必须在白天洗衣服 晚上推豆腐来赚钱 多年的辛勤工作 使周氏的身体疲惫不堪 她经常遭受腰痛的折磨 这天周寡妇的腰疼病复发了 做完豆腐后 她上床躺了一会儿 出来后 豆腐的量减少了很多 她感到很气愤啊 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天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 有一天晚上 寡妇在做完豆腐后 躲在厨房外面 在喝了半杯茶之后 寡妇看到厨房的门 被轻轻地推开了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令寡妇惊讶的是 一个又长又瘦 骨瘦如柴的恶鬼 翻滚着来到了厨房 她走到那桶前 一下子吃了下去 接着又吃了几口 寡妇没有想到啊 她辛辛苦苦做的豆腐 会被恶鬼偷吃 她马上跑出来 用双手掐住恶鬼的脖子 那鬼的眼睛 一下子变白了 恶鬼被周寡妇抓住了 没有力气反抗 也没有力气打周寡妇 所以她满脸痛苦地说 夫人 请你可怜可怜我 我是一个好人哪 我死于饥饿 因为没有东西可吃 阴间没有食物 所以我别无选择 只能出来偷食物呀 周寡妇听到 饿死鬼求饶 冷冷地说 你既然是鬼 就一定会害人 我要把你装在罐子里 用石头压住 放在坛子上 让你永远不能翻身 饿死鬼更加害怕了 求寡妇放她走 并进一步说 她会每天帮她推豆腐 当她这样说的时候 饿死鬼开始抽鼻子 哭得很可怜 周寡妇的心啊 被软化了 她放走了这个饿死鬼 但她真的会每天 来推豆腐吗 周寡妇当然希望了 这个饿鬼 真的能帮助她抹粉 因为没有人帮助她 但她担心啊 如果她让饿死鬼离开 她就不再回来了 但饿死鬼 遵守了她的承诺 第二天晚上又来了 第二天晚上饿死鬼来了 周寡妇开始教她 周寡妇开始教她 如何使用长饼推磨 如何磨豆浆 如何做豆腐 从那时起啊 饿死鬼每天晚上都会来 不管是下雨还是晴天 都会帮寡妇去磨粉 每当饿死鬼完成她的工作 寡妇呢 就给她一些食物作为回报 但推磨盘太累了 饿死鬼每天晚上都抱怨受罪 但为了食物 她还是咬牙切齿地坚持 由于饿死鬼的帮助 周寡妇的生意很兴隆 家庭呢 也越来越富裕了 当周寡妇的生活 越来越好的时候 饿死鬼却感到了危机 她发现啊 寡妇的儿子学习特别好 在十八岁时考上了状元 要到京城当官 并把寡妇带去生活 饿死鬼得知后大哭起来 认为寡妇离开后 她又要挨饿了 但周寡妇说 别害怕 别难过 你帮了我这么多 我已经想好了办法帮你了 饿死鬼听到这些话 立刻高兴起来 问寡妇她想出了什么办法 原来啊 周寡妇找人烧了墨盘和其他工具 又找了各种黄豆给饿死鬼烧 周寡妇对饿鬼说 不管怎么说 你已经学会了磨豆浆 所以啊 你将来会靠自己的力量 每年呢 我都会烧一些纸做的黄豆 让你在阴间有生意可做 饥饿的鬼 知道以后不能继续依靠寡妇 所以她决定自己谋生了 于是从那时起 这个恶鬼就到地府 去找磨豆浆的工具 这不仅帮助她解决了温饱问题 而且呀 还帮助了许多和她一样 没有食物的恶鬼们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 分享 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